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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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呢 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这样一群精英式飞员 与普通飞行员相比 他们更多的接近种种极限 他们需要飞得更高更快 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驾驶着新型战机冲向天空 迎接充满未知和凶险的挑战 试飞 指的就是飞行视野 就是在现实的大气环境条件下 对飞机及其各个系统进行考核 因为一架新研制出来的飞机 是需要靠试飞来暴露飞机 及其各个系统的缺陷和故障 而由于飞机在定型和科研试飞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飞行参数 是没有被认知和认可的 这样一来就需要飞行员 在航空机务人员和航空科研人员的指导下 亲自驾驶飞机飞上高空 去体会 去记录 那么 试飞员与普通的飞行员 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从广义上讲 试飞员也是飞行员 只不过是飞行员大群体当中 从事某一个特殊职业的一群人 要说不同点的话 我觉得试飞员等于飞行员加工程师 他在空中的动作 应该说和飞行员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我飞不同的科目而已 你必须还要掌握 尽量和工程师相应的一些工程知识和工程背景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试飞 你要参与飞机的设计 光有你的驾驶技术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和工程师能够沟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 人们可以更多的依靠各种新式仪器 对飞行做出更为复杂的分析 那种只注重飞行员个人体验的试飞 已经成为了历史 渐渐地人们开始意识到真正优秀的试飞员 是那种能够发现设计缺陷 提供改进意见 以及能够用工程学语言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就只讲那个例子 你在飞行当中 试飞当中 你发现了问题 你回来不能仅仅只是说 你去描述这个问题的现象 你说今天这个飞机好飞还不好飞 你今天要说的工程语言一些 比如说它这个 你觉得我觉得这个飞机的人感系统 操控系统传动比大还是小 它的这个频率特性是高还是低 它的总级特性是好还是差 虽然新飞机在研制过程中 已进行过大量完善的理论计算和各种地面实验 但由于新型飞机在实际的空中飞行时 还存在着很多未知因素 所以最难的还是第一次飞上蓝天 新型飞机的第一次飞行 具有很高的危险性 在遇到异常现象时 试飞员必须准确判断和快速妥善处置 在一名合格的试飞员身上 熟练的驾驶技术 足够高的专业理论水平 和大无畏的现身精神是缺一不可的 这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标准 那么一名优秀的试飞员究竟是怎样练就成的呢 所有的试飞员都在作战部队进行去选拔 选拔了之后要进行一年半到两年的培训 这个选拔过程也很复杂 还要成立一个选拔小组 进行专家的面试 模拟器 体能 理论考试 等等一系列的全面做法的选拔 通过选拔之后的试飞员们 并不是马上就能驾驶新型战机 翱翔天空 他们还得进行一系列的培训 只有在完成了这些课程之后 才能够进行飞行实践 如果说飞行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冒险性 那么试飞则更具有探索性和危险性 因为很多时候试飞就是要暴露飞机及其各系统的缺陷和故障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试飞员 不但要掌握熟练的飞行技术 更要有坚毅顽强的意志和果敢镇定的心理素质 只有拥有了他 试飞员才能出色地完成一项项试飞任务 经得住一次次的生死考验 说起张景平的特殊经历 或许并不是每一位试飞员都会遇到的 但却是他们都有可能遇到的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天 试飞员张景平正在空中进行科目练习 当时张景平是在俄罗斯学习试飞 训练似乎进行的还算顺利 但是一瞬间一切都变了 94年 94年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 那天是我和我们教员 我们在空中当时飞受长期 在进行那个试飞科目的这个练习 在飞的过程中间 就听到那个耳机里边 这个一阵杂杂的声音 尖叫的声音 就在这阵嘈杂的声音过去不久 不一会儿还在飞行中的张景平 收到了地面塔台传来的指示 他这才知道刚刚就在训练的现场 有一架飞机失势坠毁了 这时塔台指示 令令张景平立即前去查看 坠机现场情况 并且要搜寻 有没有跳伞生还的试飞员 张景平到达飞机失势现场时 眼前的一切 使他受到了无法形容的冲击与震撼 多年后 尽管他不愿回响 这一幕却在脑海中难以磨灭 飞机已自身的毁灭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 深坑的四周 麒麟拉落 大大小小的机体残骸还在燃烧 而飞行员已经不幸牺牲了 将这样的情况回复塔台之后 张景平接着下意识地 请示坐在后舱的俄罗斯较远 是否开始缓舱 因为按照惯例 如果发生飞行事故 就要立即停止一切飞行训练 按照当时我的理解 这个飞机出事了 你所有的飞机就得往回收 就回去了 所以我就告诉教员 我就说咱们回去吧 然而俄罗斯教员给出的回答 却令人难以想象 教员说你会干什么 我这边飞机出事了吗 那我们就回去呗 他说你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咱们再回咱们那个空翼 继续把你没完成的动作 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又回到我们那个空翼 就接着我们刚才那个任务单 又把后边的任务又完成了 所以这个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给我的震撼非常大 对试飞员而言 不仅仅要求飞行技术的完美 更要求试飞员具备坚毅的心理素质 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凶险的飞行环境 我觉得是作为试飞人 就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和这样的胸怀 应该面对死亡面对风险 事实说归 淡定 镇定 面对风险 面对死亡 这个我觉得试飞人 所以必须具备了一项素质 每一架新型飞机 从图纸设计到总装完成 再到交付使用 这其中的阶段是漫长而又复杂的 在这漫长的过程里 除了基本的加工组装 以及各系统的功能试验以外 新飞机还得对各项性能 进行一次次的试飞试验 来进行调整 一方面试飞员 要摸清飞机各项性能指标 所能达到的极限 另一方面 要尽可能的把研究设计 或生产制造过程中 存在的不足排除掉 不断的优化设计 让今后驾驶飞机的飞行员 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驾驶负担 都降低到最小 这一项飞机设计出来之后 它根据用户的需求 它有很多的指标要求 比如这尖机机 它设计出来之后 最简单的比如说 我在设计之前 对你这个型号提出来 一个要飞多快 大家比方说 要飞多高 能流空时间多长 能飞多远 这是基本的 再比如 我要挂很多武器 这些武器能不能达到我 所需要的 那个目的 精度如何 它的作战范围是多大 一系列的都要撤出来 驾驶新型飞机的试飞员 就如同驯服列马的驯马员 通常他们面对的是一架 对其性能尚无所知的全新战机 而他们的工作 就是在实际驾驶中 探索战机的品质和性能 领略的感知 飞机的机动性能和驾驶感 熟悉它的武器系统和操控环境 然后帮助设计者和工程师 完成对战机的改进 调试直至最后定型 由于试飞是确定一款战机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的关键步骤 所以每一款新型战机 研制出来后 都需要进行上千次的试飞 才能并行装备 由于每一型战机都有它自身的特点 而试飞员总是一次次面对着 更新的未知的机型 这就需要试飞员去了解体验 去鉴别对比 可以说他们的每一次试飞 都是在评测飞机的飞行品质 飞机飞行品质 可以类比就是人的品质 比如说人 有这个人的人品如何 你人的能力如何 这两个部分 你能力强品质不好 你可能干坏事 你人品很好 能力不强 你这个人落得无为 没什么用 所以必须要 这个人人品又好 你能力又强 这样是一个人才 飞机也一样 一型新型飞机研制出来之后 由于试飞员们 之前都没有飞过这种型号的飞机 首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进行一些特殊的 有针对性的培训 并对飞机进行全面的了解 那你要学习它的各个系统 工作情况 一旦发生问题之后 怎么处理 对飞机的设计过程要进行了解 甚至要参与到这个设计里面去 参与设计 试飞员 这一型飞机出来之后 你理论 要进行培训 然后 模拟机上 要进行培训 飞行 然后飞机上 要上去进行实习 做上实习 实习 实习操作 应急设备 包括应急设备的使用 在熟悉了飞机的各项性能 以及操控之后 试飞员们就开始了正式的试飞工作 一旦这些前期的实验完成之后 试飞员们便会准备飞机的首次飞行 也叫首飞 而首飞成功之后 获取各种极限性能数据的试飞便会接踵而来 最高时速 使用深险 最远航程 所有这些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 编写成一本本飞行手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试飞员来说 每一次飞行都充满了悬念 意外和风险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每当实现了成功的起降 完成了预定的科目 他们心中的喜悦和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而在测试一架飞机的各种极限参数时 试飞员要使飞机反复进入 失速尾旋 空中停车 最大速度等多种状态 这样的测试 对于最自信的试飞员来说 都是一种考验 下期节目 我们将带大家进一步了解 试飞的各种极限测试 以及它们背后的惊险故事 他们是蓝天上的探险家 驾驶新型战鹰 翱翔蓝天 面对新战机 新技术 他们如何评测 它的飞行品质 失速尾旋 空中停车 高空中平平上演 惊险与传奇 军事科技 带您走进蓝天上的 探险家 敬请关注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